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义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在今天的节目呢 想跟大家来聊一个最新的调查 这个是幸福台湾2020县市幸福指数的大调查 调查结果在这个礼拜一公布 公布之后 我马上发现脸书上有一个人 立刻张贴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排名 而且意思就是 我住在全台湾最幸福的城市 他是谁呢 也就是我们固定礼拜三的受访者 中正大学犯罪防治学系的戴生峰教授 戴老师您好 宛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好幸福 你看那个声音多么的飞跃啊 多么的跳跃啊 是 我突然觉得说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嘉义市 等一下我先停一下 自己住在嘉义市的人 我都觉得这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谁做的 这谁做的也要停一下 这是经济日报跟台湾人 是有共同做出来的 连续九年的一个调查 连续九年啊 这个偏误偏误了九年 不改正 这真的是台湾的缺失啊 所以今天的主题 关键字叫做怎么回事吗 对对对 我们把它改变一下 其实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姑且不论这个 当然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我个人是住在嘉义市 然后呢 工作是在嘉义县中正大学嘛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这样子搭去 就是说每天早上起床 我就要开车前往 全台湾最不幸的县市 然后呢 在下班以后 再从最不幸的县市 回到最幸福的县市 我们是落差最大的一个民族 叫做嘉义县市漂泊族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不过一个服务员真的比较大啦 我必须说当一个政府的首长 就是在地的父母官 地那么大 复杂度高很多 对 其实嘉义县本身来讲 它靠山靠海 山则有阿里山 海则有东石那边 最近很流行的那个镜子海岸嘛 所以呢 其实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我们这种风土民情上面的一些落差啦 所以呢 以我们中正大学 我的办公的地方所在的 这个嘉义县的 我们叫做中间地带 我们这边有非常多的工业区 然后呢 其实产值也非常的高 但是呢 也有一望无际的凤梨田 甘蔗田 这可能都是我们台北的朋友看不到的东西啊 对我来说 不管是嘉义市还是嘉义县 都给我带来了完全不同于台北市的幸福跟不幸的感受 两种都有 戴老师的所在地 嘉义市的市长黄敏惠 他这是九年这个调查以来首度入选哦 就拿到冠军哦 那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这个地方哦 嘉义市没有科学园区 没有 也没有工业区 没有 没有六都资源 没有 对 人口 产品都没有 好 产品也是个幸福指标嘛 其实是耶 至少对于我们这些魏文青下班可以去走一走啦 然后在那边的包着一本书 感觉好像自己走入红楼梦的世界那种感觉 真的耶 魏文青好 大家听到了 真的 好 嘉义市 人口只有26万多人 这个市长又说了 但是呢 市府投注了无限的心力在人文教育艺术跟观光 以永不放弃的卡诺精神找到定位擦亮城市品牌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因为嘉义本身服务员比较小一点哦 那跟我当年在日本留学的地方 仙台这个城市呢 其实在生活感上面有异曲同工之妙 怎么说呢 其实嘉义本身来讲也有一些哦 让大家下班可以消费的地方 但是其实数量真的很少 举个例子来讲 你想逛百货公司 有 嘉义有百货公司 当然不像台北那种整栋大楼啦 几十层的这种感觉 但是嘉义的百货公司呢 与其将小而美 不如说你该想买的大概都有了 但是呢 这些店就只有一家 你也不用去选择 相对来讲 单纯说衍生的这一种 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单纯的美感 但另外一个逻辑来讲呢 其实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讲 能够空出更多的时间来跟家人相处 能够空出更多的机会来去发展自己的兴趣 你说的也真的是 你看像台北到晚上啊 捷运里头还是塞满了刚下班的上班族 然后呢 这个一早呢 其实也是人山人海 我都觉得在台北工作的时间 好长好长 十个小时左右 所以其实嘉义本身来讲 的确有比较多的 类似像是这种 以一个中大型的企业 或者是一个公教机关 一起来生活的步调 所以整体讲起来 与其说它缓慢 不如说它规律 那规律带来的 其实换个逻辑来讲 这种安心感就蛮高的 刚谈到了嘉义市之外 这是冠军嘛 那第二名就是新竹市 第三名是桃园市 台北市是落到第四名 是 那你说台北不幸福吗 倒也不会不幸福 台北至少很方便 那台北的不幸福的感受性 可能就会来自于 当人跟人之间 开始出现一些 比方说人多啦 人挤人啦 争夺资源啦 等等等等的 这些问题的时候 其实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了 套一句苏格拉底 曾经讲的话 这个幸福的秘密 并不是在于寻求更多的资源 而是发展知足的快乐 没有错 到底什么是心理学上的幸福呢 今天戴森宏老师 还进入一个正题 就是到底什么是幸福呢 我们填写到 类似于这样的问卷的时候 我到底要填 我是幸福还是不幸福 对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大家应该都很意外 怎么嘉义市 会拿到幸福第一名 其实这身在嘉义市的人 对我们来讲 我们也自己觉得 好像自己住的地方 当然还不错 但是真的有幸福成这样吗 所以回到一个逻辑来讲 幸福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主观的一个 认知的一个条件 所以其实呢 幸福这件事情 对于每一个当事人的 感受性来讲 是完全不同的 它具有一个 个人的解释的 这样一个权利 所以呢 我们一般来讲 在心理学里面 对幸福做研究的时候 比较不会在意 去比较不同人之间 对幸福的看法 而是这个人 终其一生的 他的这样的一个 一生的纵贯的发展之中呢 幸福感的一个 时间带的变化 可是如果没有比较 我怎么知道 我是开心快乐 幸福还是难过的呢 所以就回到刚刚那个点 比方说我们那个 希腊哲学家讲的 幸福应该来自于 自我心灵上面的充足 而不是来自于 跟别人的比较 如果从这个角度 来下手的时候呢 其实心理学家 已经观察了 好多好多人 一生的幸福感的变化 这是一个超级有趣的 一个全人生的观点 哇这个好有意思 因为我们一直都以为 是比较而来的 对所以其实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现在就把脑袋 换个逻辑 我们不要去想 跟别人比我有多幸福 或多不幸福 而是换个逻辑来讲 我今天比昨天幸福 还是不幸福 当你建立了 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幸福的感受 整个都会转过来的 那我们就来提提看 其实一般来讲 大家应该都会记得 自己刚出生小时候 当然没什么印象 但是呢 那时候呢 如果爸爸妈妈 然后照顾得很好 就像我们其实 在一个相对比较 健全成长的家庭的时候 每个小孩都是 爸妈手中的智宝嘛 都会获得非常完整的照顾 其实那时候 相对来讲 就插来张口 翻来伸手 换句话来说 其实蛮幸福的 虽然可能会被爸爸妈妈 管蛮多的 那我就记得很有趣 我家的二儿子 那时候在念幼稚园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哎 萱萱啊 你今天去学校做什么 他就把他一天的行程 讲给我听 我现在就讲给各位 听众朋友听 那时候他小班 他就说 我就先到学校 然后呢 就在一楼吃点心 然后吃完点心 就到二楼看电视唱歌 然后呢 就再下到一楼吃午餐 然后在一楼睡午觉 虽然午觉呢 老师又发点心 然后再到二楼看电视唱歌 然后妈妈下午就来接我了 我现在也好想读小班 但是萱萱已经不是在小班了 对 现在萱萱在四年级了 昨天他为了试着运算 这件事情搞到半夜十二点 对 开始不太幸福 对 开始体会到人生的不幸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出现了 他的哥哥 这位想想小哥哥呢 就看着自己的弟弟 就在那边笑他 哎呀 我当年写到一点 你能写到十二点 就已经不错了 比我幸福了 这就变成人比人之间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种不幸福的感觉 或者幸福的感觉 那其实呢 随着我们的人生的发展 的确没有做儿童期 童年期的幸福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pure 非常纯粹的 但那时候的小朋友 不太懂得那个叫做幸福 他们可能只是觉得 那个叫做一种无聊的生活 虽然对我们成年人来讲 哇 那种没有压力的日子 真是梦寐以求 但对小孩子来讲 其实相对来说呢 这时候如果爸爸妈妈很忙 他们可能就是安亲班 或保姆 这样之间来来去去 小孩子其实不太会 对自己的生命 留下什么记忆 那种幸福 其实就像是水一样 平平淡淡的 但是就过去了 但是渐渐的 随着年龄的成长 我们时常听过一句话 叫做少年为特的烦恼 那也就是进入青春期以后 幸福感会骤然降低 这个很多时候呢 是我们这种内生的这种忧虑啦 焦虑啦 这种比较不舒服的感觉的 一个情绪的来源 那在心理学家的研究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了 其实青少年这个阶段 是我们人生中最喜欢 探求自己所在 这样的一个阶段 很多青少年 永远都在找一个问题 就是Who am I 我是谁 或者我还能多做一点什么 所以我们时常就会有一些 对于青少年的一些形容 比方说为父心慈强说愁啦 或者一些少年不是愁滋味啦 等等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点名了 在青春期的阶段的时候呢 那因为这些少男少女们 因为他自己快速的 身体的成熟变化 我们都知道这个第二性征 让一个小男孩要转成男人 小女孩转成女人 然后身体的不适应 再加上课业的高度压力 再加上与父母亲的这种价值观 开始渐渐产生 自己想要独立所带来的冲突 自己想要探索所带来的冲突 这一切的一切呢 都会让青少年 或者青少女们呢 感觉到不幸福不愉快 可是这个探索 毕竟是人生 因为是全人发展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关卡嘛 那每个人也都必经这个过程啊 那幸福 难道就是说 我找寻Who am I 我是谁 就不幸福 所以我们就怎么样 尽量不要去寻找他吗 其实应该是这样讲 那有一位心理学家叫Masha 她就提到了这样的观点 就是人们会 必须要去经历到这一段 叫Who am I 就是我未来我要做什么 她就提到有四种观点的人 第一种观点是什么呢 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就 我的生命价值在哪里 我是个怎样的人 我一定要努力的投入 并且寻找到答案 这种就是呢 给自己承诺 并且投入了 这种我们认为 她会是在生命中的 比较具有完整幸福感受的人 那第二种人呢 东方就常见了 就是我是什么不要紧 爸妈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了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戴神风了 为什么 其实呢 就像我念高中的时候 我的脑袋 完完全全就是文族的脑袋 但是爸妈就觉得 男生念文族没前途啦 去念理科 为了满足父母 就应该是个孝顺父母 也不算孝顺 只是我举不出什么反驳的 就是算了 这种叫什么 放弃式的 我很快速的就接受了 传统教育价值观 给我的认定 男生就去念工科 工科就变工程师 工程师以后到大公司 到公司以后 那就做了一些工程的工作 然后如果有个什么什么股票 然后最后早点退休 休息扬升 这条路就是大家觉得 一个男生在那个年代 比方说1970年代左右的男生 台湾的男生 最好的生命之路 那当时我就觉得 算了懒得想了 你讲什么 我就跟着做吧 有的时候其实按照着 前人的轨迹 你反而觉得安全感 虽然你可能 不知道自己可能隐约 不是那么喜欢 但是这个安定感 是当时抚慰的 我们多数人 对 但是Masha就提到这样 这些人呢 就是属于未投入的人 就像我早期在高中 真的没有投入 所以呢 我对我的人生 也没什么承诺 反正不是我选的嘛 那我干嘛要那么承诺 我要做到什么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换个逻辑来讲 在成年之后的职业探索上面 我就面临了一定程度的压力 所以呢 其实还好 也还好当时的制度 让我在考联考的时候 也就是大学入学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填到 理工科的考课 因为我的脑袋 就是不属于那一块的 那我有机会接触到 心理学金额 再回到自己比较熟悉的人文学科 这一块 所以呢 才得到我后续的承诺跟投入 所以我其实 之后在选心理学的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我妈妈两个礼拜不跟我说话 她就会念这个干什么 又不是要去算命 要去新年工摆摊吗 念心理学问女生是比较多的 在你课堂上 对 大家会觉得女性比较同理 比较温暖 然后比较容易去感受到 他人的情绪反应 所以是否念心理学是更适合的 那其实心理学本身 身为人类行为科学的话 它本身也具有 它的科学实证的这些样态 也是非常科学化的一个东西 所以其实男生的逻辑 也是非常适用的 可是你那时候在班上 是女孩子比较多吗 我们班的时候蛮意外的 男女是一半一半的 那不错 对 所以其实我也有这个机会 去参考女孩子怎么想 同时我可以用男生的 一个思维角度 跟我的同学们 做一些分享与报告 我觉得这都是 我很大的成长的来源 所以你念到大学 就变幸福的人了吗 其实坦白讲我大学还蛮幸福的 而且重点成绩又很好 哎呀 对就是物理层面的愁伤也拿到了 心理层面的满足也拿到了 双方都有 那这个幸福感就会往上跌 可是我们现在要强调 你成绩好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是比较急而来的吗 就是他的这个幸福感 有的时候是一个 我自己对这个学科有兴趣 然后我达到 我自己对自己的期待跟满足 我觉得快乐 是当你觉得满足跟快乐的时候 其实成绩会是一个附加加值 让你更快乐一点 因为你会投入 当你投入的时候呢 随着我的学制 也就是我从大学到研究所 然后最后到博士班 那其实越高的学制呢 越不强调那些死辈的 知识的知识 越强调的是活用的知识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现在 我可以用我的心理学专业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跟宛如做一个分享 甚至我们还可以拿到金钟奖 那这一些后续的幸福感跟快乐 就是源源不绝的 这种对于自我的肯定 那这种感受会越来越好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啊 其实可以连着 跟明天的节目一起来听 因为明天我们的节目 会谈到两个个案 一个是从小到大 都是自由班的学生 然后到了美国拿奖学金啊 等于是学霸级的台湾资工人才 可是呢你到了美国之后发现 全班是世界级的学霸 然后呢他毕业之后 到了顶尖公司发现 哇整个公司 大概有数百个博士吧 对 就是怪物集合体 就是那种怪物发电厂的这种概念 对 然后他最后做了什么样的抉择呢 我们明天欢迎大家再听节目 哇卖个关子咯 听起来戴老师的人生 还是蛮顺遂的 就是目前为止 就是很好好的读书 就是我每次都笑笑讲说 如果爸爸妈妈生到 带生逢这种儿子的人生的 这样的一条路的话 大概概观论定的时候 都会笑着离开 对啊 你是带给爸妈幸福的 要这样说吗 希望努力 但是我知道其实我也做了 很多乖里乖气的事情 好我们下个阶段再继续聊 好我们在刚广告当中呢 跟戴老师聊天 聊到说周三的录音 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因为很开心 太好了 而且我们希望带给 听众朋友们呢 也有非常多开心的感受 没错 所以宛如我自己的幸福 是什么呢 今天做这个主题之前 我也做了很多自我的反思啊 像譬如说今天早上 我去学校上课嘛 就是再去进修 然后结果呢 又遇到有人就问说 宛如你干嘛还来学校啊 然后我就想说 啊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了 我就开始想 我应该要有一个 好的标准答案 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开始 受了戴老师上个阶段 节目的启发 之后人家再问我 我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应该要回答说 因为我觉得到学校 让我感到幸福 这个答案会让很多人 想case你 为什么 因为很多学生 已到学校上课 是我不幸的代表 尤其那种 有早八早九的课的时候 同学经常说 我好不幸啊 怎么选到 对啊 其实像我这个老太太啊 早八早九 大概就是我是第一个 坐在教室的 因为我觉得幸福 就像我们现在担任教授 然后在 必须要有很多上课的机会 就是把自己 一直挖出来 一直挖出来 然后呢 很多的专业要传授给学生 这样的一个经验 其实我现在最珍惜的一种幸福 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 这种东西也幸福吗 幸福是什么 你知道吗 对我来讲就是 学到新的东西 我现在好珍惜 每一场听到新的演讲 或 我的人生有点小小的 新的改变的机会 坦白讲会有点小小的 哎呀 今天好有意义哦 的那种短暂的 一个阶段的 一种幸福感受 所以真的 很重要的观念是 每天你能够找到 一个意义的所在 对我觉得 你有进步 有改变 跟昨天不一样 就会觉得幸福 是没有错 这个是意义哦 不是青少年讲的 意气哦 这个要小心 果然连到犯罪 其实呢 我觉得 这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教育 这样的一个行业 因为呢 随着我们的人生发展 刚刚提到青少年的时候呢 是不是属于比较 感受上压力 比较大的一个阶段 到了成年之后呢 其实压力又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出社会 要适应社会嘛 那其实大学阶段 很多人都会讲说 大学阶段 其实是一个高压的开始 就是我们要进入社会 所以呢 随着这个建筑社会以后的 社会适应 人很有趣哦 如果我们按照一个 正常的一个 白领族的一个 生涯规划来讲的话呢 那这时候就有一本 很有趣的书 这本书是一位 全人生发展心理学家 Levinson 他所写的一本书哦 他的这本书的书名呢 叫做Seasons of Life 就是人生季节 那他就发现了 人的一生呢 就像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 春夏秋冬这样 不停的循环 那所以呢 当我们大学刚刚毕业 或者在大学的时候呢 累积了足够的 也就像春更一样 那我们夏天的耕作呢 更认真 也许我们大概在 五年十年左右呢 在社会上就站稳了 一定的地位 大概可以迎来 人生第一个高峰期 这个时候大概在 三十几岁 四十岁左右 差不多呢 你可以到了一个 中间主管的位置 那这时候收入 可能也足够养家 你会有个新的宝贝 也会有个稳定的伴侣 然后刚刚成家 其实一切的幸福感 会拉到最高 是 所以也就是春更之后的 收割 对 大概在秋收了 但是呢 渐渐的人生 当然不会那么顺遂 所以在四十几岁的时候 问题又出现了 这时候你可能开始发现 自己身体 不是那么的 能够挥霍了 你可能也会想要觉得 一个工作做了十年了 够笨了 不想再做了 这时候你就迎来了 第一场的冬天风暴 那换个逻辑来讲 这时候小孩也可能 渐渐的往国中阶段发育了 然后您的爸妈可能年纪也偏大 身体开始不好了 这种时候呢 三明治现象就出现了 也产生所谓的中年危机 大概在四十几五十 这段时间呢 人们开始又经历了第一个 需要再去给自己沉淀下来 努力往上走的机会 那这时候压力又开始了 那我们常常会发现呢 其实人们的这个压力的低值 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我们整个人生中觉得最不幸 最不幸福 最不快乐的时候 大概就在四十八到五十岁 这么精准哦 就是我看到的人 假设有人来算命 然后我大概估算一下 这位先生 你大概四十八到五十岁会不快乐 其实你四十八到五十岁呢 基本上不会走人生大运哦 谁会拖着你 谁会拖着你 很简单 其实算命 这个部分上面来讲 就发展心理学的观点来讲 的确有一点点的脉络可以寻找 其实还是有一点科学的根据 没有错 但是如果算命的告诉你 你这个时间你就要来改运哦 好 你这个课能 要是我就去改 求个心安嘛 对不对 见庙就拜啊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这个坎儿 你给过啊 其实过了以后呢 我们人往往就可以开始 开发第二转场 举个例子来讲 像戴老师 其实我在升等副教授之后呢 因为心脏病的关系呢 整个学术的一些推展呢 我自己本身也有气无力的 也不是那么的有兴趣在做 还好宛如到2016年呢 发现了戴神风 把那个天籁一般的声音呢 挖掘了出来 所以我就是那个 拯救心脏病发教授的 那个手吗 没有错 天使之手 你知道吗 然后我也意外的发现 哦原来站在台上 透过广播这个平台 我可以认识这么多的朋友 生命开启了另外一个可能 当然我的主业 还是学校的研究与教授 但是我因为这样子呢 有更多的平台 认识更多的朋友 那这时候呢 其实第二个快乐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是不是更横向的 充实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就建立了 那渐渐渐渐的 我们就更能够得到 下一个幸福感受的来源 也就是我们在零退休前 是否真的可以留下 什么东西下来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 有谈到一个话题 就是现在的大学生 亲身的状况 真的让人担心 但是学校里面 是不是也应该教孩子们说 怎么样得到幸福与快乐呢 是不是在通试课程 有这样的课呢 因为其实我看到 在过去有一个报道 是哈佛大学 有一门课叫正向心理学 所以教授泰勒 他就是希望教导学生 了解幸福的真相 而且获得幸福 是 那其实正向心理学呢 是近十年来吧 心理学界的一个风潮 真的是风起云涌 很多人呢 都希望透过正向心理学的推展呢 来去提升人的幸福感 跟生命价值观 甚至我们在监狱里面呢 都做了非常多的正念 或正向心理学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上面的教学 那让我们的确是 非常肯定 这样的一个风向 跟一个潮流 只是换一个逻辑来讲呢 正向心理学 在执行的过程中 并不是像大家想象中的 那么简单 怎么借几本书来看一看 自己心里头呢 不要想那么多就正向了 其实正向心理学 是一个科学化的一个介入历程 也就是说呢 我们心理学家呢 透过一些手法 一些技巧呢 协助我们的当事人呢 在面对问题 面对压力的时候 并不是所谓的 一味的过度乐观的正向思考 而是我们是否有一个技巧 或者是一个策略呢 让我们按部就班的 往目标迈进 并且得到正向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必须要去做到的事情 我之前听过说 这样正向心理学 你除了要听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 比较表象的话语之外 你还要配合自己的呼吸 自己的冥想思考 对 其实呢 就是把自己的整体的感受性呢 拉到一个正向的感觉上面来 那也就是说呢 正向心理学 不是让我们去完全变成一个 哇 我乐观的不得了 就算我现在 现在真的 比方说好了 我心脏病发了 已经往生了 太好了 我终于死了 不是这种正向的感受 而是在发生 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都能有一个 往前迈进 正向处理的选择方法 刚刚说到 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泰勒 他的课程大受欢迎 然后他甚至也受邀到 中国大陆 为大陆的企业家 中高阶经理人 上一个快乐学 这门学问 代表是教我们几个小技巧 到底怎么样让自己正向 然后让自己感到幸福 那我觉得呢 很重要的事情是 幸福这件事情是内生的 或者是外加的 我们希望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 我们可以渐渐的 把我们的快乐感受 变成是内生的 也就是我们自己感受到的 这一种自己成长的一个快乐 或者是幸福 那这种快乐跟幸福呢 就希望能够做到的就是 我们自己跟过往的自己 来进行比较 我们自己呢 用自己的成长呢 给自己掌声 而不要太在意的 做一些相对来讲呢 去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群体 今天呢 比较这样的事情 难免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 自己的成长会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 我们叫做这种幸福感受的来源 那其实幸福有很多种的诠释方法 每个人呢 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成长的经验值 我今天多会了一点 比方说我今天就很开心 因为呢 我们听了宛如的节目 那也许这是一个小小的幸福感受 像苏格拉底说的 幸福的秘密 并不是在寻求更多的资源 刚上的阶段有说了 重点是什么呢 是发展知足的快乐 没有错 所以嘉义人很棒耶 是感觉到幸福 嘉义对我来讲 那种生活的幸福感受 有一点点可能 微微的 跟大家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什么东西呢 其实在嘉义的生活 因为步调上缓慢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 我有更多的时间 享受家庭的幸福 那再来呢 基础的生理的一些满足 都被满足了以后 那再加上 您刚提到 黄敏慧市长 其实他对于一些 我们叫做相对来说 比较是与这些 文化建设部分 投注了蛮多的心力 那刚好也击中 我这个魏文青的心 所以呢 换个逻辑来讲 这种幸福感受就倍增了 第二个魏文青 魏文青二号 嘉义隔一阵子没去 我就会发现 又多了一些地景艺术 然后公园大得不得了 台北有大安森林公园 我们已经觉得好满足了 就是对台北人来说 好像是一个 可以放松的空间 可是嘉义的公园 大得不得了 我觉得这还好 因为嘉义本来地就很大了 重点在于 里面根本没有人 大的不得了之余 还没有人用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幸福的感觉 如果大的不得了 然后跟 大安森林公园一样多人 那压力也是很大 人山人海 对 嘉义不管什么时候 都只有山跟海 都没有人跟人 是 有一点点要替台北深渊了 嘉义赢在没有人 台北就赢在游人 我觉得 人与人之间所带来的 其实却是另外一种的幸福感受 这种社会连接 这种大家做一件事情的感受 其实很好 所以呢 其实我虽然人在嘉义 不太容易 有些时候呢 大家的聚集度不是那么好 但是比方像我们嘉义 有一些宗教活动啦 还是有一些人聚集的时候 我总是喜欢带着小孩 去凑凑热闹 让大家看看 其实大家做一件事情 那感觉有多好 好 这一份调查 它其实是采用两种数据啦 一个是根据民意调查结果 另外一个是政府统计数据 可能是政府的一个政绩方面 来做评比 各占50% 而综合算出来的各县市幸福指数 总归就是一个县市首长 要不要让自己的民众感觉到幸福 接地气也很重要啊 因为要透过市民的角度 转个弯 就是看看不同的视角内 所希望的幸福是什么 而不是可能政府官员 有时候出去总是坐交通车 或者是总是有人开道 他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塞车 政府自己觉得自己很幸福 对 所以也恭喜这些县市首长 真的还蛮接地气 也很努力的 是 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 访问到是中正大学 犯罪防治学系的 戴胜峰教授 下次要做个治安的评比 谁比较幸 那嘉义一定赢 还真是赢 也是赢哦 对 因为我们不只有地面上的警察 还有地面下的警察 地面下的警察是 有机会一定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 不会要放在最后一集 不然戴胜峰大概隔天命就没了 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尽到最后了 谢谢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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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